- 戰鬥- 戰鬥- 今天還是照慣例先把地台給拿出來 這次的地台是以無限列車的火車頭為場景 說到這台無限列車的火車頭 最近日本的SL人機號也改成SL鬼滅之刃了 然後在地台路上則是一個簡單的炎柱大哥插畫 好像看多了這麼多GK雕像 已經對地台的插畫沒有什麼感覺了 這麼大團的火焰特效件 哇塞 先放著 那我們這邊已經把所有的火焰特效件都給拿出來 總共有三大團跟兩小隻的火焰 首先是背面的尾端可以插入 再來是這一團 吸上去 去把 那個吸力沒有我想像中的緊 會稍微位移一點 好 接下來就是信壽狼的本體 他在背面的部分有做一個浮調滅字號 而且大家看一下這火車頭的車頭燈 他後面也有一個開關 所以我們把他打開 他就亮了 另外就是在腳底的部分他一樣是做磁吸式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磁鐵 所以我們簡單的就把他 吸上去就好了 還蠻好安裝的 接下來就是信壽狼帥氣的披風 不過他這披風跟原本設定不太一樣 他是直接以透明件的火焰形式來呈現 不是做一個布料漸層的一個質感 算是 蠻原創的一個設計 簡單做一個插入的動作 接下來就是信壽狼的日輪刀 我們可以看到在刀刃上火焰流動的質感 做的還蠻好的 還有在刀身的部分 他是用金屬材質來製作 所以摸起來有點冷冰冰的 最後就是炎柱大哥的頭雕 把他吸上去 完成 另外就是這款炎柱 他有附上一個壓克力力牌 那我們就先放旁邊吧 另外就除了壓克力力牌之外 他還有附上一個銀色的紀念幣 這次的炎柱GK雕像 在火焰特效件的部分 真的是給的非常非常的大 另外就是在地台的火車頭 在用色上來說 也算是可以感受到工作室的用心 我們可以看到在表面上 除了使用黑鐵色來表現出 金屬的質感之外 還有刷上一層銀色 看起來鑄造感會更為的強烈 而且還用了一點透明紅 來做一點顏色上的變化 另外在表面的部分 他這邊有用橘色 來做一點稍著的痕跡 而左側這邊 則是做出一個碎裂噴發的效果 至於在性瘦狼本體的部分 這邊稍微有點看起來 身形有些單薄 可能是因為披風向上展開的關係 所以 相對身體看起來 就有一點型單飲薄的感覺 我是覺得工作室 在這邊如果可以把上半身 做的比較精壯一點的話 或許會比較好看一點 畢竟身為最強的久住之一 在肉體鍛鍊上的拍行 應該也只出岩柱而已 另外在刀刃部分 一樣有雕刻上惡鬼滅殺的細節 配上向上揮的斬擊 以及火焰特效 看起來還真的蠻有畫面的 另外在刀毯的部分 我認為如果增加一點金屬感的話 或許會有更好的表現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背面的部分 其實畫面還蠻震撼的 而且他很貼心的地方 就是在這邊他還設計的開關 不是像我們之前開箱的DT魯夫那樣 設計的一個很陽春的開關 這邊直接設計了一個 可以直接按的按鈕 來讓你點燈 那我們就來接上電線 來看看點燈的效果吧 欸? 難怪插不進去 原來他是蔡司儀 等一下 我們來換一個頭 連GK雕像都排擠 用Micro USB的人 試試看 喔!亮了 他其實蠻亮的欸 不知道畫面看起來如何 他不只在火焰特效件裡面 有包覆LED燈之外 他在火車頭的兩側 都有做一個投射燈 來把燈光向上打 看起來又更加的明亮了一點 不知道今天大家覺得 這個亮度還O不OK呢? 他在這邊底下安裝了一整排的LED燈 然後並且在這個位置 做了一個投射燈 不過我這個人習慣是不太喜歡 開LED燈啦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今天的分享呢? 之後啊 炎柱又出一款 TNT工作室的跟檢科工作室的 這兩個工作室的炎柱看起來都蠻不錯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到牛魔玩去預訂喔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那麼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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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嗨